压我啦 夫人脚踝摔到骨折 躺在地上不能动 好不容易等到 景霄抵达痛得娃娃打叫 好痛啊 我给你摸你有感觉吗 不是听的感觉 是摸的感觉 有有有 好好好 这样 景霄到场看见地上躺了五个人 都是从两层楼高的站板摔下来 他们是来自苗栗通宵镇 退休教室的旅游团 共44人来到阿里山旅游 两天一夜的行程 才刚抵达要吃晚餐 先到府美吊桥拍合照 结果才刚踏上完工13年的平台 傍晚4点35分左右 站到木板突然断裂 五个人摔下来 造一个团体下 站好准备要造的时候 突然间就滑下去了 可能是这几天 山旗一直下雨 那个里面浮屍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 因为昨天山旗的人也很多 差不多十几个 可能有操纵的问题 木棧板断裂造成63岁跟54岁的富人 胸部顿伤 一名76岁料姓富人头部顿伤 急救后宣告死亡 另外两位分别是66岁富人 脚踝骨折 84岁老翁头部撕裂伤 伤势比较严重 要留院观察 这起初有意外 造成一死四伤 一个70多岁的女性 那因为伤势太严重 在努力抢救之后 最后还是宣告不住 物质结构的站板 8月才做过检测 44人旅行团到此 一游却造成站上平台药合照 突然崩塌 造成一死四伤 行程不得不提早结束 物业下的退休长辈们 心有余悸 记得胡国文许 千里之会 加以报道